在校园把陨落星炎收服后 江南学院怎么办 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江南学院之所以能够培养出 一大批的优秀之地 正是因为在那院中 封印着一个号称为修炼作弊器的一伙 陨落星炎 在校园获得了强榜大赛前十后 他也如愿地进入了底层修炼 但在这之前 其实陨落星炎就已经暴动过了两次 不过都被苏千大长老压制住了 由于长年被封印在塔中 也让他处于极度暴躁的状态 在感受到校园体内的异火 青年地心火和古灵冷火后 陨落星炎也突然爆发 毕竟只要吞噬了其中一种异火 他就可以冲破这封印 在陨落星炎爆发的那一刻 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也被黑角域的航风所察觉 为此他还召集了一大批的高手 枪势杀进江南学院 在两人对战后 校园因为重伤虚弱 也被陨落星炎吞噬 和化为吞天马的美毒沙 一同被他拖入了塔底的岩浆世界中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塔底世界中 校园居然反手 就将陨落星炎炼花吸收 在失去了异火后 天坟炼气塔 也失去了加速修炼的效果 虽然说陨落星炎被校园征服了 但他也给学院 留下了一朵小的陨落星炎 这才没让佳南学院的招牌失效 不过却逃不到原有的效果 且校园还需要每两年 给学院补充一次火源 那么小伙伴们 你觉得陨落星炎和青年地心火 哪一种异火更强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